Hello,我是街心 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短语 叫做接地气 大家看一下 接地气 接指的是接近 地气指的就是现实生活 现实生活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或者一个事 或者是他说的内容非常接地气 指的就是这些事情非常贴近生活 非常结合实际的意思 举个例子吧 金鑫老师的视频讲的内容都非常的接地气 指的就是金鑫老师的内容 你在日常生活中 在和中国朋友的聊天对话当中能用得上 这个东西很实际 就叫做很接地气 其实这半个多月在我和越南朋友的聊天当中 我发现大家的口语和书面都不是特别的接地气 口语不接地气的意思就是大家讲的这个东西太过书面化 大家的写作太不接地气指的就是大家打字打出来的内容 比较像新闻里面说的东西很正式 不是日常生活中会交流到会用到的 所以呢在这儿啊有很多朋友也会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开一下课程 那在这儿呢我就想说 金鑫的最接地气的课程就要来了 我会在实用口语这门课里面给大家讲 中国最流行的一些沟通方式 以及从衣食住行这几个角度来给大家讲解 比如说你去中国想买东西 该怎么进行讨价还价 怎么砍价 以及你要是想在中国出去旅游 出去乘车 万一你迷路了 你应该怎么去问路 你想乘坐交通工具 你应该怎么去询问价格 怎么样去乘坐 如果你去商场买东西 你应该怎么样跟售货员进行交流 以及如果是不小心生个小病 比如说感冒发生 你要去医院 你应该怎么样的去描述自己的状况 这些内容呢 金鑫都会在实用口语这门课里面来讲到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 你可以抱一抱听一听 还有呢 如果你只是刚开始学汉语 那你可以参加我最接地气的 汉语初级班 在初级班当中呢 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和人进行交流 如何进行自我介绍 如何谈论中国人常讨论的那些话题 那如果你的水平很不错 你想参加中级班 那你也会学到最接地气的深入讨论话题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中国人的思维 中国日常交友 参加聚会的一些礼仪 以及如果你想做贸易的话 我也会教会你最接地气的贸易用语 所以所有的内容都是最接地气最实用的 那和接地气相反的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高大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高大上的意思指的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高端指的是特别好 大气就是可以说这个人非常大气 上档次指的就是这个东西非常有品质 其实啊 这么一看好像高端大气上档次是一个好词 对不对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高大上的时候 其实是带有一点点贬义的 一点点贬义的 比如说 你怎么后聊天说话都那么高大上了 能不能说点接地气的内容 指的就是你讲的这个内容太高端了 不贴合实际 所以高大上有的时候是贬义的词 贬义的词性 当然它具体怎么用是什么含义 要依语境情况而定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情况 你不知道它是褒义还是贬义 是好的意思还是坏的意思 你可以给金星留言 金星来帮你判断一下 好吗 今天呢 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让他和你一起来学习 接地气的短语 接地气的汉语口语 好吗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